大批民眾聚集在馬路中間不斷大聲叫囂 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群員警正在壓制打架人馬 現場人車多一片混亂 警方大聲喝止 打架的民眾疑似是騎車時差一點發生擦撞 爆發衝突 結果衍生成打架事件 9號凌晨12點多在台中大甲西橋 地上還留著一條沾滿血跡的抹布 事發前大甲罵的鑾叫才剛經過 爆發衝突的民眾原本是跟著繞進隊伍 卻因為行車糾紛大打出手 警方獲報後立即加派支援 十幾二十名警力到現場協調 雙方人馬一共六人 還有兩名家屬在一旁遭波及 送醫治療沒有大礙 訊後也將依群眾鬥毆傷害等罪送半 這次大甲罵繞境 台中警方出動2400名警力 超過警方也部署3000人介護 往年衝突最多的民生地下道 將排出650名警力 全面封閉車流用截斷人潮的方式 避免人擠人爆發衝突 讓媽祖神叫能夠順利通過 請一遍新聞來傳訊 李宗成李蔡台中小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